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亮相就是职场精英的态头 谈生意 交相署 搞低客户 赖高小动作的同事斗智斗勇 他都一一手倒进来 同时面对像谢小飞那样难搞的客户 他也能一直保持不卑不亢态度 又巧于用智慧化解尴尬 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工作能力 但同时他又可以狠毒蛇 可惜小飞的户队都是特别 有梗 这反差忙简直让人把持不住 同样他还带给许多像同类一样 正奋斗在职场上的年轻女性许多争能量 面对春婚等等恼人的问题 他可以硬气的辉绝 让人看来内心也充满了力量 虽然电视剧不免有些戏剧性的安排 但是对于职场的刻画 却让不少上班族都深感真实 许多人都散叹 要是我27岁 也能活成同为那样就好了 除了剧中男女主角的人设 对白台词 剧情等等内容 引发了讨论之外 还有一个看点 也是吸引了超多人的关注 杨幂在戏中的穿搭衣 实在太好看了 杨幂有穿的不好看的剧吗 没有 最受好聘的自然 莫过于处境最多的职业妆 毕竟童威是个职场女精英嘛 穿衣风格也是走干练中 不吃精致细节 上班时间使用率最高的黑色小西装 她就换过N套了 有俏皮风的波点图案 有精致的复古风 还有潇腰修身的款式 大家最喜欢哪一种呢 灰色也是职场经营 青睐的颜色 杨幂穿的是偏宽松的休闲版型的西装 比起上面几套黑色 显得更加有舒适感一点 小姐姐还穿过蓝色 金色的小西装 瞬间少女气了不少 想要在职场上穿的得体又漂亮 看来一件适合的小西装真的不能少呀 赶着要出门的时候 就往T上一件大外套 这时候不必像在公司一样 局面颜色是否严肃正经 反而鲜艳一点的颜色 能够让内呆的职业装都变得湖泊起来 比如大红色就是同类超爱的选择 传说中的西红是炒蛋CP 鲜尿阁 高级灰 妥色三种永不过时 又被显高级的颜色 更是适合淑女白领选择 一件好质量的大衣 简直穿二十年都不浪费 偶尔同类也会选择 黄、绿、蓝紫色 这样相对没有那么白她的颜色 不过选对了款式和材质 同样也能穿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效果 甚至这个杨米少见的运动装束 都引发了相当的热潮 记得一顶 吊炸马尾啊 瞬间活力满分 据说这件紫色的外套已经卖 断 祸 聊 而且现在往马爸爸网搜索同位二字 跳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大秘密带货女王的地位 确实无人能撼动 说起来 带货这个词 还真是有大秘密 这里传开的 想必许多人和小剑一样 都记得前两年网络上 被杨米同款支配的恐惧吧 马爸爸网上搜索明星同款 前十里面估计得有八个是杨米的图片 虽然现在也差不多 基本上是杨米穿了什么衣服 背了什么包 秃了什么口红 立马就能成为爆款 这不 他就被阿里官方盖章 验证了带货王的称号 去年中旬也有官方做过类似的统计 大秘密 依然是喊不动的榜首 甚至巴黎银行奢侈品部 也推出了一份名为 Again Cheney的报告 大秘密 依然是第一 杨米带货 最深入人心的两个例子 又属 麦可可的默色包和雅诗蓝带的青木口红 现在网友们已经把这两个单品 直接称为杨米包和杨米色了 好看 当然是好看 就是太热销导致长期性断货 有点难买 根据麦可可最新财报显示 亚洲地质业绩大涨42.5% 雅诗蓝带上一季度业绩也大涨 仅百分之四十 对此 野内人是觉得 可不能忽略了杨米的功劳 之前一向不太看 亚洲市场的 麦可可已经邀请杨米做全球的代言人 说起来还给咱们亚洲人长脸了 也有更多的品牌 也看上了大秘密的号召力 广告代言最近也是接到手软 比如H 年度之星有腾讯视频 四千三百万VIP用户选出的 VIP之星 现在正在播的谈判官 又让他再一次成为这一明星 Vlinguage指数一直稳居第一 曾经他还在这个榜单上 创造过连续七十天霸榜的记录 不过要小剑作为感动的是 除了把自己的事业做好之外 2017年 杨米在慈善事业上也有不小的贡献 虽然平常我们似乎很少看到杨米宣传自己做了多少慈善 但是仔细翻翻新闻 他其实真的默默做了不少 该捐款的 该站出来打扣的他都做了 看这些组织机构年末给他办的奖项就知道了 大秘密做的 他们都看在眼里呢 2017年度十大最具公益影响力 明星 2017中国公益年会中国公益人物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2017年度 爱心个人讲开完这些 小剑只想给大秘密竖起大拇指 一路走来不容易呀 扛得起收拾 带得了货 还默默做 了这么多好事 这个杨米了解一下 值得